最强抄底 波音95美金买入 83%利润 前纽约证交所分析师Kin 在Zoom这笔交易之后 再次出手 在波音底部95美金的时候 重仓1万股 买入波音的理由 因为我们认为 波音虽然债务很多 近280亿美金 让人觉得它随时可能 会申请破产 但是波音举债 都是为了大量的回购股票 全球民行业加速发展 各个航空公司的订单 接踵而来 让波音有着150亿美元的 流动资金 更何况 美国怎么会让 这垄断的巨头倒下 好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 AIJ人寿保险公司 陷入了严重的流动性困境 并无法再获得 私人资本的援助 形势十分危急 美国政府决定 对AIJ事与援手 启动了一系列救援方案 相继在2008年9月11月 和2009年3月 三度向AIJ提供资金 助其摆脱困境 美国政府通过购买优先股 提供贷款和直接注资 等方式为AIJ提供的资金 前前后后超过1800亿美元 AIJ也一度被美国政府接管 波音技术面形成底部 波音连续多天徘徊 在90-95美金附近的支撑位置 多次往下试探 最终都能站稳 大机构基金都在建仓 我们推测接下来暴涨会很猛烈 利好消息 波音公司宣布计划5月份 重新开始生产737 MAX客机 白宫和参议院宣布达成一项 旨在对抗冠状病毒影响的 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的协议 小型企业提供3670亿美元 向客运航空公司提供500亿美元 波音股价单日就暴涨33% 提示VIP会员 VIP会员交易单截图 短短两天 波音从95美金暴涨到174美金 盈利83%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抄底波音了 上周公众号发文回顾一下 波音破产像雷曼兄弟一样 看我们如何抄底波音 如何加入VIP会员 长按下方二维码 添加前纽约证交所分析师团对微信 我们还有很多更强的美股 准备 浕 弹 采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